黃瑜跟到自己身邊的時候 李浩小聲對著她說 小瑜 今天早上我去你家 跟黃副書記談過 葉謙這件事牽涉的事情可能比較廣 抓捕的時候你一定要在場 不可以讓其他人亂來 記住沒有 李哥 你是怕他們會殺人滅口 李浩是黃瓶的的系心腹 自然經常都會去黃家 跟黃瑜都很熟落 黃瑜就回答 李哥你放心吧 就算你不說 我也知道應該怎麼做 我是絕對不會讓葉謙有事的 見到黃瑜這麼堅定 李浩有點意外 隱隱然感覺到一些事情 但是又說不出來 快到拘留室的時候 李浩跟黃瑜就沒有聊天了 當大家走到 原本困著葉謙那間拘留室門口 大吃一驚 因為 只見葉謙蒙到對眼 很疏忽地躺在床上 靠著白花花的牆壁 整班犯人 不公不敬地幫他鬆骨按摩 來到這裡 看來又有些事件的真相可以跟大家分享 葉謙哪有這麼傻啊? Price and Break? 看得美劇多啊? 月肉? 那豈不是被敵人有機會有藉口搞自己? 況且 就算他在警局也會出些什麼事 昨晚之所以這樣做 無非就是想知道 背後到底是誰陷害自己 撤了這個局 現在什麼魚都掉了 他現在一清二楚 而且還把歐陽城的所有罪證掌握住 他更加不需要越獄 昨晚離開歐陽城那間別墅之後 葉謙就叫李偉 將從歐陽城家裡拿到的那些資料 全部交給王平 然後就靜悄悄回來警局的拘留室 雖然 葉謙還未清楚 王平和歐陽城之間的關係 但是葉謙覺得 同為副書記 現在有正直市委換屆的關鍵時刻 王平和歐陽城自然是競爭對手 想借刀殺人? 王平當然是不義之選 對葉謙來說 這店的爛鬼警局 哪能找到他? 沒有艷雞龍 上來就來 想走就走 就連當初M國的中央情報局 葉謙一樣可以來去治癒 全身而退 楊偉和孫濟生 被任何人都要驚訝 他們是有份參與設計 引誘葉謙屠育的人 雖然他們都沒有親眼看著葉謙月獄 但是等他們醒來 葉謙的確不在拘留室 難道真是自己鬼閉眼? 見到葉謙這麼舒服 躺在拘留室的床上 被其他犯人按摩他 楊偉和孫濟生 即時覺得有些哭笑不得 眼見葉謙沒有屠育 李浩和黃宇總算鬆了一口氣 他就轉頭 很酷地看著胡楊 胡楊 胡楊 你剛才不是說走返嗎? 胡楊這次真是雅仔吃黃蓮 有苦自己知道 因為他也是剛剛上班來到警局 聽孫濟生報告 他哪會想到孫濟生竟然這麼大隻招皮在陷害他 胡楊就嘔嘔了兩聲 看著孫濟生 很兇地說 孫濟生 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又說昨晚走返? 現在即是怎樣? 孫濟生 他真的不知道是鬼閉眼還是怎樣 總之 是無端端 現在才看到葉謙出現在拘留室 我...我...我...我昨晚... 昨晚的確這個犯人 是打暈了我和楊隊 接著越獄 我...我都不知道怎樣 不如你們問問楊隊 楊偉就說 孫濟生說得對 昨晚... 如反真是... 打暈了我和濟生 接著借機走路 胡楊很生氣地罵過去 現在一個犯人就在這裏 那怎麼解釋 為什麼他會在這裏 難道他走掉了 接著就發現 越獄是不對的 可能最佳一等 反聲完自己回來拘留室嗎? 聽到胡楊這麼罵 享受著皇帝待遇的葉謙走走眉頭 他覺得...為什麼好像在罵她這樣 孫濟生很亡然 接著...他都忍不住... 暗沉了兩句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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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什麼事嘛 撐他的肺...這次真的撞鬼 李浩都不想追究太多 最重要的是看到叶謙沒事 打開門,李浩就走進去 看到叶謙的樣子,忍不住笑了出來 二哥,你也挺有啞氣的 現在都水浸眼眉了 但你一點都不緊張 叶謙養養手,是一群犯不用按摩了 接著也小笑 只能夠說明我心理素質強 否則就是我有中二病 本作品由鴻達爾泰回聲文化聯合出品 為你落力聲演的分別有 戀戀生蕭麥007,米小蝦,梁柏喬 記得聽完下一集 第六十三集 李浩無奈小笑 叶謙的皮靖跟小時候一樣 當自己是江雅,不怕碰瓷氣 不過李浩清楚知道 這不能代表叶謙是一個中二病 不單不是這樣 在李浩心中,叶謙算得上一個天才 他記得當時叶謙絕學 在讀書上遇到一些題目做不出來 叶謙看兩眼,看一些範例 他就可以解到一條題出來 李浩很清楚 如果當初叶謙不是放棄了學業 他今天的成就肯定高過自己很多 李浩就很擔心問了 二哥,你這次幹嘛要這麼大麻煩 叶謙小笑 三弟,你放心吧 我不會有事的 我沒有做過,怕什麼呢 黃宇想起這個混蛋 令自己擔驚受怕 心裡其實有點怨氣 說自己堂堂是市委副書記千金 警局的未來之聲 為什麼要為這個混蛋擔驚受怕 接著就忍不住罵他 你以為你說一句沒做過 那就可以什麼事都擺平了 你究竟知不知道你的事到底有多麻煩 你究竟知不知道人家有多擔心你 看到黃宇罵得這麼激動 李浩和葉謙都有些意外 李浩看一看黃宇,又看一看葉謙 接著 這一下的笑,曖昧得來又是會心的那種 很明顯,八九不理十 猜到是什麼了 但葉謙有點遲鈍 啊,黃宇這個美女 不是一直都很討厭自己嗎 我肯討厭你厭,對嗎 昨晚 Take Action 就覺得她奇怪了 今天什麼事又變成這樣 難道真是葉謙魅力太大 搞到景花抵受不到自己的強大誘惑力 應而敗到葉謙的風度翩翩之下 說完這番說話 見到葉謙和李浩的表情 黃宇覺得好害羞 心好像小鹿亂撞 他心想 哎呀,你做一個猛餅來的 你究竟不是發酵啊 怎麼可以對著她說這種話 喏,女人家一番好意 葉謙沒有理由毫無表示 於是她又小笑 我知道的 但我不知道應該怎麼報答你好 不如以身相許 黃宇又挖了葉謙一眼,沒出聲 李浩靈轉身 吩咐胡約 喏,這樣 這個犯我先帶走 待會我會派人來 幫你搞交接手做 有沒有問題啊 雖然語氣是不錯的 但其實 完全就是命令胡約這樣做 那麼胡約哪敢說不好啊 葉謙這隻燙手山戶 當然是越早離開自己越好 沒有啦 說不定 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被葉謙滑到癱癲 李浩就點點頭 跟葉謙打一聲招呼 然後就走 就離開警局了 在半路 葉謙突然零轉身 對楊偉和孫濟生 好像梁朝偉那種笑 然後沒有出聲 這種笑容 就充滿了一種邪氣 令楊偉和孫濟生 忍不住打了個冷陣 哎呀 大家 把李浩和葉謙送出警局 看著他們上車走人 然後才回到去 唯獨黃宇 每次的等 某日終於可等到 一生眾最愛 這樣站在門口 看到離去的背影 他沒有出聲 好像古代送夫重軍的妻子 而在路上 李浩忍不住好奇地問 二哥 你怎麼認識小玉的 我覺得他對你好有好感 葉謙無奈一點 哦 是這樣的 第一次 是幫他抓了個小偷 第二次 是因為曾大富的事 被他踏回警局 那請他第三次了 又是被他踏回來 唉 我可能是上世我欠他的 如果不是 怎會每次見到他都沒有好事 那李浩聽完就笑了 哈哈 二哥 小玉他呢 小女兒 最喜歡你這些有魅力成熟的男人 我認識了他這麼久 從來沒見過他對其他兒子 有個好面子 但對著你已經是例外了 葉謙立刻說 咦 不是啊 我跟他天來勾地火 不可以在一起 不過反而是你啊 弟弟 你好像跟他很熟 你們認識了很久了 你好點點頭 啊 小玉的父親對我有知遇之恩 如果不是他提攜 我應該都不會有金人 所以我經常都去他家 時間久了自然就認識小玉 葉謙就好奇地問 咦 即是說 那小妹的父親很厲害 其實呢 這一點葉謙真的看不出來 因為黃瑜和其他官二代不同 他沒有借自己父親的權利 要沒有揚威 只是這件事 葉謙又對他多了些好感了 那李浩就說了 他爸爸是小位副書記黃瓶 你剛回來啊二哥 可能不太清楚了 葉謙嘔嘔 想不到李浩竟然是黃瓶的正系 早知是這樣 他就應該把歐陽城那些記錄 交給李浩 再叫他轉交給黃瓶 那就可以幫幫李浩 葉謙想一想 然後就說了 哦 我真的看不出來啊 哦 對了 三弟 今天是星期幾 李浩很驚訝看著葉謙就說 今天星期日啊 怎麼了 葉謙少少 哦 哎呀 我今晚好像還要去參加一個舞會 哈哈 那李浩就回答了 二哥啊 有些說話我們這麼熟不怕說 但說出來你不要生氣我啊 其實你現在的身份 是殺人嫌疑犯 雖然 我怎麼都不會相信你會這樣做的了 但是這宗案已經進行到這一步 你暫時是不可以離開警局的 除非 close file 今早早 黃副書記叫我帶你過去 說起你的事 他認為你可能是被人陷害 但是現在還沒找到證據 二哥啊 老實跟我說 你知不知道自己得罪了什麼人 有沒有仇家想陷害你啊 一邊 是自己從小就尊敬 一直呵護自己的二哥 一邊 又有可能牽涉到派系鬥爭 李浩真的很難做啊 葉謙少少 一回答李浩的肩膀就說 嘿 可以了 我明白的 二哥問你一句 如果我真的殺人兇手 你會怎樣處理啊 是執法如山大義滅親 還是 程義行先 你好想一想 嗯 二哥 就算你真的殺人犯 我都會盡全力救你 只是 如果我就這樣放你離開警局 救不到你不止 可能這件事還會越搞越大 葉謙有少少 呵 那你真的不怕影響你的政治前途啊 你好堅定的 如果當初沒有二哥 我不會有金人 什麼政治前途 在我眼裡 根本就不可以跟二哥相比 葉謙拍一拍李浩的肩膀就說 咦 你不要經常都這樣說了 你有今時今日的地位 是憑你的努力 和我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不過 聽到你這樣說 我就夠了 你放心 無論如何都好 二哥不會累著你 無論是堂堂正正離開警局 還是越獄逃走 對我來說 其實都很簡單 本作品由紅達以太回聲文化聯合出品 為你樂力聲演的分別有 暖暖生肖默007 米小蝦 梁柏喬 梁柏喬 歡迎繼續收聽下一集 是天涯集團的董事長 葉謙嘔嘔 啊 是嗎 趙天豪 是天涯集團的董事長 他猜不到 竟然是自己的大波士 而他是完全沒有發覺 那你好就說 唉 你剛回來 不認得趙天豪也正常 在SH時 趙天豪的天涯集團 絕對是位列前三 他本人 在SH時 都已經可以呼風喚雨 就算是市委書記見到他 都要客客氣氣 葉謙邊邊咀 心想 嘻 這麼厲害 不一樣被人追殺 搞到自己的命制都沒有了 不過葉謙 就知道李浩說的話是真的 走得夜路多 怎麼都會撞鬼 趙天豪有幾把炮 肯定都有幾個 一樣這麼把炮的競爭對手 那你好興奮就說 是呀二哥啊 你不早點說 搞到我擔心了你這麼久 有趙天豪做你的時間證人 就算是歐陽成 也沒有你辦法 葉謙有少少 如果不是這樣 我怎麼可以抓到歐陽成的痛腳呢 王副書記對我送給他的禮物 滿不滿意 你好嘔嘔 很驚訝就問了 二哥啊 那些歐陽成的犯罪檔案 是你放在王副書記家裡的 雖然不屬於自己親手放 但是差不多了 點點頭熱謙就說 三弟 既然你和王副書記這麼熟 可不可以安排個時間 讓我和王副書記見面 你好就說了 沒問題 就算二哥你不說 我想王副書記也想見一下你 對了二哥 我覺得我越來越不了解你 你這八年音訊全無 到底做了什麼 去了哪裡 葉謙有少少 你只要知道我是你的二哥 我永遠都不會害你 那就夠了 點點頭 你好沒有再問 心底都在發誓 以後不再問 做兄弟的事 有今生無來世 就是講個信字 無論葉謙這八年在什麼地方 做了什麼 李浩相信 葉謙永遠都是自己的二哥 永遠都不會害自己 去到李浩所在的區公安局 葉謙自在到好像回家一樣 沒有任何審訊 也沒有人關押他在機樓室 如果是不知道的人 看到葉謙這樣 會以為他是便衣警察 有了李浩這層關係 警告的其他警察 對葉謙當然也不會瀏覽 而且還很客氣 和葉謙一起吹水 根本就沒有把葉謙當成是犯 今晚要陪秦月 參加一個偽成龍的舞會 葉謙當然不會錯過 他馬上打電話給趙天堂 將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簡單地複述一次 趙天堂什麼都沒有說 只是放下一句話 我打電話 接著就收了線 葉謙當然知道趙天堂什麼意思 他肯定是想借自己的關係 幫他說話 而且 本身 都是借一件清楚不過的事 有趙天堂親自為葉謙作證 再加上趙天堂的人物關係 還有許雅靖的坦白重寬 葉謙離開警局 自然就是最簡單不過的事 不過葉謙也不是傻子 那晚他問許艾瑩的時候 就靜雞雞錄了音 這件事 可以不斷用來威脅許艾瑩 如果你不老實招工 就把這些證據交給歐陽天明 二來都可以拿去做證據 歐陽天明是誰 許艾瑩很清楚 如果葉謙真的把錄影底交給他 許艾瑩應該看不到第二天的日出 所以在李浩派出警員去他家的時候 他想都沒想 就跟他們回警局 至於黃平那邊 動作都很快 在李浩離開沒多久 打了個電話給黃平 即時各大媒體報紙 全部報導了歐陽成 借助職務之變 貪污受賄 公然侵吞國家撥款的事 而同一時間 幾位已經派人 拉了歐陽成回去幾位喝茶 黃平這幾年處事低調 但不代表他沒有突破 只不過是韜光養晦 現在 他辛苦打落的各種人物關係 終於可以派上用場 本作 一位書記才親自打電話過來 然後李浩又收到黃平電話 叫他馬上去他家 李浩不敢有半分鞋桌 現在是關鍵時期 跟葉謙簡單說了幾句 扮好釋放他的手續 然後就急急走 但是葉謙就不急著走 留在警局 和警察在吹水 對於吹水這件事 葉謙就絕對不適合 簡直是高手高手高高手 那時候 狼牙要執行任務 要躲到深山老林 可能幾個月 沒有電腦沒有電視 又說不到手機 玩不到手機 那不吹水做得什麼 所以有時葉謙都覺得 其實做警察 都不是個個都這麼討厭 反而有時都挺可愛 不過 總是有些害群之馬 聽自己山高水牆在吹水 哇 那些警察哥哥 每個人都聚精會神 有時還會發出幾聲讚嘆 說到葉謙都不想停止話題 葉謙就說 喂 你們知道嗎 那個我是兄弟 我們的交情當然是非同一般 想當年在阿富汗 一起追求女兒 你們不要以為 那邊的人很恐怖 其實一個二個都很單純 去追求女兒 但是緊張得好像青頭仔一樣 那些警察看見葉謙 似乎吹到過火了 接著就問 喂 真是假的 你見識過嗎 葉謙一路說 一路就在衣袋裡 掏出銀包出來 拔一張照片 對她說 有圖有真相 跟她拍過照片 不順利看看 那些警察 拿張照片一看 哪裡有新影 連葉謙的影都沒有 只有當初五角大樓 未塌那時候的照片 葉謙就在旁邊說 當初就指著她 跟我說 有機會 說一定要炸掉她 蛤 李老闆 他真的炸了她 那些警察就擺明不相信 喂喂喂 兄弟 吹水吹得這麼大 為何沒見過你們 葉謙就瞄了一眼 這幫警察 你不想想 什麼人做的才可以 這麼容易露出自己的真樣 這張照片就是她拍的 當時我們並肩作戰 但是這個混蛋死都不肯跟我合影 說怕被M國的中央情報局人員 看到我的合影連累了我 哇 你說 雖然她像青頭仔 但是人也是挺好的 由得葉謙 吹到天花淚聚 但是 警察就不肯再相信了 十五角大樓的人跟你稱兄道弟 怎麼相信 不過 他們不知道 葉謙雖然說得有點誇張 不過卻是事實 其實他們 真的不算是稱兄道弟 因為只是見過一面 只不過 當時狼牙固傭軍 是接受了M國中央情報局的邀請 一同參與圍捕行動 最終都是被那個人逃脫了 但是葉謙不覺得有遺憾 因為本來那些反恐跟他有事嗎 他也是收錢做事 抓不到人 中央情報局一樣要付錢 就在葉謙和警察亂吹水的時候 門口驚見一位絕色戒人 短裙黑屍斗領章 哇 看到那些警察 瞪大雙眼 怕死錯過人生中最重要的時刻 他們心裏便祈求上天 無論自己做過多少壞事 此時此刻 都不要失明 葉謙在那裡嘔吐 然後小笑 喂喂喂 嘿 千萬不要想這些壞事 她是我未來老婆 聽到葉謙這樣說 那些警察即時對葉謙 個個動了手指弓 羨慕妒忌恨兼讚嘆 秦月聽到 就瞪了葉謙一眼 走過去便說 我找你真是找得辛苦了 你不是在分谷裏面嗎 為何無緣無故走到這裏 葉謙一念無辜 我怎知道 他們說要在分谷裏帶我過來 我怎敢說NO 秦月知道葉謙是這種風格 所以不想跟他計較 接著便說 這件事搞成怎樣 你不會想在這裏蹲過年了吧 本作品由紅達爾泰 回聲文化聯合出品 不想想 陳月便繼續說 你不要忘記 我們今晚還要去武會 你不會打算叫我一個人去吧 那葉謙又有一副無賴便說 怎麼可以 單純搞定了 就打算打電話叫你來接我 想不到你竟然自己上門 你說 我們是否真是 心有靈犀一炸衝 說完 領轉頭便向警察揮揮手 各位伙計 再見 有空的我再來探望你們 我還有很多故事未跟你們分享 那些警察便描描嘴 跳 行了 全部都是吹水的 我不會相信 葉謙小笑 領轉身 右手便很自然地搭著秦月的肩膀 空在秦月的耳邊 小聲地說 我們回家吧 這些舉止 真是有多曖昧 看見那些警察 一個二個 真是羨慕不已 人是男人 自己是男人 為何這麼大區別 人家那個 天天抱著天仙這麼美 而他們 看見那些什麼武藤蘭 煩倒愛 借助十姑娘來幫忙 秦月便瞇了葉謙一眼 你還不快點放手 否則你別怪我對你不客氣 葉謙又笑奇怪了 喂喂 你不是我女朋友嗎 但你肩膀很正常吧 秦月掙扎了一下 但是 她哪裡夠葉謙大力 根本爭脫不了 她便唯有不了了之 但她心就憤憤不平 她不可以便宜了葉謙這個混蛋 於是 對 她跟我猙羹 我也是 為人家過得到 她躺的 不停 我猙羹 但我只看她 你 每次回到